小金星 他曾經墜落冰川 受困一天一夜 生死教官 但無法阻止他繼續攀登高山 妳那時候在看那部電影的時候 心裡的感覺是什麼 有一天我也要去爬聖母峰 是 但是我還沒有想到說 會去爬八千 他身材嬌小不到一百五十五公分 幾乎和他一樣重的背包裡 三分之一裝的竟然都是台灣美食 我會餓啊 我就跟他講說 所以我還是有像 我還是有帶像 冬菜鴨肉粉 然後跟就是肉燥米粉 還有我剛剛說的就是 厚焦豆干啊這些什麼之類的 所以你在基地還喝得到珍珠奶茶 哪一個珍珠啊 成為攀登世界第五高峰 馬卡魯的第一位台灣女登上家 詹巧玉她繼續挑戰世界第一高峰 聖母峰 但是卻讓她遇上了大賽車之後 流下了失衡偏遠 你在整個登頂的過程當中 是不斷地跨越屍體嗎 這一次我真的覺得有點誇張 就是沿路上這樣看上去都是 就這個禮拜發生的事情 從來沒有在一座山上 一次就遇到這麼多 因為天后狀況 幾乎要放棄宮頂計畫的詹巧玉 就在最後一刻窗口打開了 但是她的雪霸卻告訴她這件事情 她其實有說她真的太累了 她說你們上去好了 我不要上去 她不去啊 對 她說她不要去 那誰陪妳去 就可能別人 別的雪霸給我去 其實那時候心裡面 就會有一點擔心 因為不熟悉 對 因為不熟悉 那妳後來怎麼說服她的呢 我也沒有說服她 因為我知道她真的滿累的 最後是誰陪著詹巧玉 在十三天之內 接連征服兩座八千米的高山 一舉登上世界第一高峰 但卻又為何只留下 短短四秒鐘的漆黑記錄呢 今年的聖母峰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 好 我們歡迎巧玉 巧玉是第二位 攀登上聖母峰的台灣女性 半個月前 妳還在冰天雪地的高山上 半個月之後 妳回到了現實世界 妳現在的感覺怎麼樣 現在感覺很好啊 就覺得 在天堂的感覺 每天都有很多食物 在天堂的感覺 妳在聖母峰 比距離天堂更近吧 我不想去那個天堂 我比較喜歡美食天堂 別看詹巧玉身材嬌小 她在台灣登山界 可是小有名氣的美食家大衛王 大家都聽說的這件事情 實在是太瘋狂了 即使身處冰天雪地的聖母峰 也無法冰凍詹巧玉對美食的熱情 打開她的登山背包一看 竟然超過了三分之一 裝的都是食物 連雪霸人都看不下去 陪妳上去的雪霸叫什麼名字 因為雪霸人都看不下去 因為雪霸人都看不下去 因為雪霸的命名 大部分都是禮拜幾出生就禮拜一 真的 所以她是星期三出生的 對 所以對妳背包裡頭 裝那麼多食物 有一間的也是LAC霸嗎 對 妳到底裝了什麼 我裝什麼其實也還好 我有肉鬆 然後有 有牛丼 牛丼 對 然後還有 泡椒豆干 軟糖 因為我喜歡吃的 還有海苔 但它不是都帶乾糧嗎 不是越少越好嗎 越清越好嗎 如果再往更高的營地走的時候 我不會帶那麼重 但是基本上 該吃的東西就是好吃 就是妳喜歡吃的東西 還是要有 所以妳吃的跟別人都不一樣 我覺得每個人其實都應該帶 自己習慣吃的 我覺得是應該要帶自己喜歡吃的 吃自己喜歡吃的 不但可以補充 攀登高山所需要的體力 還能夠讓詹巧玉保持愉快的心情 這也是一種攀登高山的樂趣吧 所以妳在基地 還喝得到珍珠奶茶 哪一個珍珠啊 我自己帶珍珠的 我自己帶珍珠的 它不會硬料嗎 沒有 就是那個啊 沒有煮過的珍珠 沒有煮過 所以妳上去就對了 我去那邊用壓力鍋煮 OK 然後自己搖奶茶 對 妳還做一個蛋糕 我還為了這個帶吸管耶 大吸管 那個蛋糕是廚師做的啦 我只是提供我們台灣的那個鬆餅粉 然後我們一起做 一起布置這樣 蛋糕可以吃嗎 沒有想到 在世界第五高峰馬卡路的基地 竟然也能夠享受到熱騰騰 剛剛出爐的生日蛋糕 詹巧玉她的浪漫情懷 給拍登高山增添了驚喜的歡樂氣氛 不過接下來繼續往上走 安全還是要擺在第一位 拉根馬後來有叫妳把 妳的背包裡頭的食物丟掉嗎 她就說 已經剩下最後一座了 她說我們上去就下來 因為我們也沒有要 帶那麼多食物幹什麼 不要帶那麼多 她就把那些食物 有的人就挑挑挑 有啦 還有挑一些起來 然後就是給其他需要吧 什麼妳做 今天我們要去 Summit Bus 這就是我準備了一些重要的東西 哪些東西妳準備了 Headlamps 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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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牠們牠們 爬完很疲累 然後還有一桌 還有一桌要爬 馬卡魯爬完的時候 妳有點感冒 有點咳嗽 妳那時候會不會擔心 妳體力上面沒有辦法負荷 會不會想說下次再來 那個時候 我不會擔心感冒咳嗽的事情 當然會希望身體能夠 盡可能地多做休息 所以其實下來中間 我有去一趟盧卡拉的醫院 哪個止咳藥這些東西 然後再回到聖母宮的基地營 那聖母宮基地營 我也花了就是一天的時間 做休息 基地營就像我們 在那邊一個半月的時候的家 我們會坐在那邊很久 它是聖母宮的基地營 它是建在昆布冰川上面的 所以它其實是蓋在冰上面的 但那個冰上面 因為它覆蓋了很多石頭 所以你有時候不會覺得 好像你在冰上面的感覺 那但是事實上 在建營地的時候 那些冰很多都要打掉打平 因為每年冰川都會移動 你之前打掉的它又會變 那基地營的時候 我們吃住都非常的豐盛 就是都非常的舒服 那一人一個大帳篷 然後還有厚的床墊這樣 因為它必須在那邊住很久 所以在基地營 必須要把它布置得很好 那它還有暖氣嗎 那還是沒有 你可以現在是拿發電梯上去試試看 這樣 好嗎 很好 我想我昨天 我們三個都在一起 我們已經離開了 尤其像這種遠真式的登山 有一部分樂趣 其實真的就是在基地 跟大家聊天的時候 你會遇到各式各樣來自 真的是來自全世界不同國家的人 然後大家在一起聊天 大家英文或許都一樣爛 真的都會用 就是想盡辦法 比手畫腳 對 比手畫腳 然後再去聊天 其實滿有趣的 現在這種環境其實很好玩 我都跟他們說 教我Fish就好了 對啊 叫我Fish OK 大家有沒有覺得 對你的身材如此嬌小 感到無比的敬佩 還好啦 因為其實矮的女生也還是有 只是他們也是常常說 你看起來一點都不像是一個登山的人 的確喔 對啊 他們可能有時候走進來都沒有看到我 身高不到一百五十五公分的嬌小身材 出現在聖母峰的基地營 反倒是成了大家目光的焦點 湖泊外相的詹巧玉很快就和大伙打成了一片 彼此分享登山經驗也相互的提醒 今年的狀況似乎特別多 聖母峰在八千米的山裡面來講 他算相對比較穩定的 他的氣候 所以他也沒有說到這麼誇張的變化 基本上對於說現在的氣象預報來說 都不會落差太大 但這一次我們上去之前看的氣象預報 是大概到24號是好天氣 那當然因為我們中間可能有一段 幾天兩天的時間沒有看預報 那當我們抵達的時候23號的 我們是中午的時候抵達的 但那個時候就已經變天了 其實在中午之前 你就已經可以看得到天氣要變 是怎麼樣的變化 開始起雲然後風非常的大 風非常的大 那那種風基本上我是不會選擇去登頂的 因為你可以想見說 在我們比較低的海拔風都這麼大了 那其實我們如果再往山頂上去 那一定會更能跟極限 我知道這裡有很多 山頂的經驗經驗 你也不會在這裡 但大陸是最危險的地方 有那麼一度覺得有可能要明天再來 的這個想法是因為我們 到地市營之後 不是因為天氣變差 那這個天氣跟預報是不一樣的 那但是因為人跟天氣是無法抗衡 所以我們撤退 撤退那個時候事實上 你並不能知道 你後面還有沒有機會可以再上來 你不知道還會不會有這個天氣的窗口 所以那個下來的時候 就已經心裡有打算很有可能 需要明年再來一次 那時候心裡會覺得遺憾嗎 不會遺憾 因為你怎麼樣跟命比起來 都是命比較重要 對 因為我聽很多喜歡爬山的都說 山永遠都在那兒 今年不爬 明年再爬 山不會跑 所以你永遠有機會爬山 對啊 我真的是對於天氣不好 我沒有那個膽子去嘗試 我覺得那些去拚的人 我覺得他們太勇敢了 所以有人留下來嗎 所以有人沒有撤退啊 對 對 老闆 請坐 我們有雲飛飛飛 有很多的 喔 天啊 喔 天啊 整齡公司的電影看起來好像 覺得這個天氣很難以預測 事實上不是 其實在電影裡面他就有說了 他們都知道天氣要變 這個是人的選擇 他們其實可以選擇撤退 而不是選擇就是扶命 但是有些人可能到了 他覺得都已經到了這個高度了 人生也許就這一次等定 對 因為其實像電影裡面 其中一個他就是已經爬 第二次還第三次了 他覺得如果這一次他再沒有上去 他也沒有機會 所以也才會這麼的拚命 其實是因為想最多的是我該不會捆木冰川 明年還要再走吧 其實我很不想走那一段路 因為昆布冰川它是 它其實是自然風險最大的一段路 它常常崩塌 我們在走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地上很多崩塌的痕跡 甚至你再走 它就會聽到後面在崩塌 真的啊 對 那你被砸到或是被埋到 那都是你倒霉 就是它是自然風險真的是 自然的風險比較大的那一塊 而且那一塊它因為裂隙多 然後你上上下下 就是體力上的損耗也比較多 所以事實上 但我不是很喜歡走這段路 妳在走這個冰淇淋的時候 妳的腳不會發抖嗎 其實滿害怕的 如果它那個 因為我有走過很長的 五個梯子接在一起的一種 那個我走到 因為我太緊張了 然後手握繩子 握到我的手就是 差點抽筋了 因為太緊張了握得太緊 那因為像我們在過的時候 我的腳比較小 像男生腳比較大的 他們其實可以冰爪的前後 直接卡在梯子上面 所以他們就可以過得很穩 妳的沒辦法 但是因為我沒辦法 我只能踩一根桿子而已 而且我要那個桿子 要踩在冰爪的就是 其中的兩爪中間 但是會覺得說像這種天氣 真的是沒有必要去平 空氣 有了青春在 不怕煤柴燒 詹曉宇她已經做好了 打包回家的心理準備了 不過回到了基地 她還是抱著姑且一絲 一絲的希望 也許窗口會為它打開 也說不定 那但是後來第一件事情 就是先打停天氣預報 再看她有沒有機會 對 再看她有沒有機會 結果就有了 妳所謂的窗口就出現了 對 而且在最後 算是 因為二十九號是官方 就是 昆布冰窗會關閉的時間 那剩下 所以她的東西 所有東西都要撤 就是也不讓人爬 所以意思就是我們 二十八號一定要下來 二十八號下來就是 二十七號要登頂的意思 所以等於算最後一天 時間非常的緊迫 窗口稍縱即逝 詹曉宇她沒有絲毫的猶豫 當下決定 就上去了吧 而她的學霸Lakba 也很快地就擬定好了 攻頂計畫 所以她建議我們二十六號的凌晨 事實上也是二十五號 等於二十五號的晚上了 二十六號的凌晨嘛 那但是最起碼 你有一個比較完整的休息時間 那二十六號凌晨出發 就變成說我們一口氣要 要從第二營 就海拔六千四的第二營 上到第四營 然後當天的晚上 馬上就要出發去登頂 那這個計畫也是她訂的啦 她不是很累嗎 她很累啊 又來了 對啊 她訂完之後說你們去 我不去 她就開玩笑了吧 她沒有開玩笑很認真 她說我真的太累了 因為我們已經爬完馬卡路 又再撤退一次啊 她陪妳去爬馬卡路 對啊 然後妳要去聖母峰 而且妳要想 她們背的東西更多更重 她們要做的事情更多 她們要背很多 像氧氣瓶啊或什麼 而且她也沿路撿氧氣瓶下來 她說萬一我的 她說萬一其他需要包包機 撿這個要錢耶 她就把它塞進背包裡 我想說哇塞 妳也背太多了吧 事實上我們的登山習慣 就是我是知道她的習慣 她也知道我的習慣 那如果突然換人的話 我覺得我可能會沒有辦法適應 因為其實像這一次 我們最後決定二十七號 要再上去的時候 她其實有說她真的太累了 她說你們上去好了 我不要上去 她不去啊 對 她說她不要去 那誰陪妳去 就可能別人 別的學霸陪我去 其實那時候心裡面 就會有一點擔心 因為不熟悉 對 因為不熟悉 那妳後來怎麼說服她的呢 我也沒有說服她 因為我知道那真的滿累的 後來是我們在帳篷的時候 她自己跑進來 她就說 我在帳篷跟隊友聊天 她就跑進來說 她想一想覺得還是不放心 她覺得還是跟我們上去好了 她對妳 算是有情有意啦 所以妳就出發了 對不對 對 OK 出發了那時候的心情怎麼樣 妳終於要去趁母峰了 出發的心情 其實我還滿擔心的 就是擔心 從第二營直接到第四營 我會不會累垮 我想很多 我想說會不會到處走不動 會不會走得很慢 會不會有 到了幾點會到 其實有一點擔心 但是事實上再怎麼擔心 登山就是妳就是走就對了 妳就是往前嘛 就是往前走 但是今年的狀況似乎特別多 基地營不斷傳來不幸的意外消息 甚至有人形容 今年的攀登記 就像是一場屠殺 有人是一路跨過屍體往上爬 登頂的過程當中 是不斷地跨越屍體嗎 有這個地方嗎 其實就像我說的有人沒有撤退嘛 然後我們在快接近山頂的時候 就遇到 就倒在地 就在地上 那它就完全擋住路 因為那個路就一條耶 那天上去的時候雪很大 所以蓋掉了一些 有一些椅子它在那裡 你知道它在這個位置 可是已經被蓋掉了 所以就是看不太到 然後有一些是妳遠遠可以看到 妳說不是 我也不知道這是新的還是舊的 就是 遠遠可以看到露出腳這樣子 但是聖母峰這一次 我真的覺得有點誇張 就是 沿路上這樣看上去都是 就這個禮拜發生的事情 然後我的隊友也跟我講說 因為我的隊友其實他非常有經驗 因為他自己在大陸他也是帶隊的 然後也常常會遇到 隊員掉進獵襲 然後這些東西都需要處理之類的 但是他這次遇到 他也說他真的 真的是太多了 他說 從來沒有在一座山上 一次就遇到這麼多 那時候會影響妳的心情嗎 其實在上去之前 你大概就會先耳聞 就是 聽說今年狀況特別多 就是今天又出了什麼多少人 對啊 所以你大概會知道 那但是我們看到的時候 我們一般會比較 想知道的是到底發生什麼事 是 就這個人還是發生什麼事 所以在這裡 因為這個其實還滿重要的 你必須要知道 對 因為你必須要記取這個教訓說 會不會犯一樣的錯誤 那為什麼呢 每個原因都不太一樣 不過今年很多是 真的是衰竭 登山客身體不斷下沉 兩名雪巴翔導 試圖拉住他 直擊同伴倒下的過程 觸目驚心 今年聖母峰宮頂旺季 短短十一天內 已經奪走十一條性命 可能在塞車的這個路程中 這個人已經本身有狀況了 第一個他就會慢 他慢也會影響到塞車 也會塞更多人之外 他會當他真的身體 有狀況及時的時候 你沒有 你沒有辦法很快速的通過 但事實上 在我了解的狀況裡面而言 這些人 就算今天都沒塞車 這些出狀況的人 今天就算都沒塞車 他可能也沒有辦法 在時間內下 為什麼 因為他都已經是 幾乎是被拖或被人家 有點像是扛著或扶著的 這種狀態 在走路了 那這種你就算不塞車 事實上你能夠多快 CNN記者曾搭乘直升機 前進聖母峰宮頂路上的營地 滿滿帳篷 在這種緯度下 每一口呼吸 含氧量都只有海平面的三分之一 隨便一個小動作 就足以令人頭暈目眩 即使如此 全球登山客人冒著風險 希望征服世界之巔 你說人有特別多 其實也沒有啦 今年會人好像看起來比較擠 塞車好像嚴重 其實我說 我剛剛有說嘛 事實上真的塞車 就那一天而已啦 那會覺得好像塞車很嚴重 就是因為今年的窗口比較少 今年的天氣比較不穩定 所以事實上今年的出事率 其實也不是只有 聖母峰比較高 大家窗口出現的時候 不會控管 在這個窗口期間 有多少人可以上嗎 還是說 沒有辦法控管 沒有辦法控管 所以窗口一出現 大家就可以 我們上 你不要上 大家協調 為大家的安全 可是你不會知道 後面還有多少 OK 所以不會開一個領隊會議嗎 把今年所有的隊伍大家 不是 你今天當窗口出現的時候 你不會知道 我這次不上 我下次還會不會有 你怎麼能夠 所以大家不會開這樣的領位會議 不會去協調 其實也有人提出這個問題說 為什麼大家不協調 人流上呢 可是你要怎麼協調 今天這個是最好的一天 其實二十號真的是最好的一天 那當大家都擠在這個時候的時候 大家都暴露在同樣的風險底下 其實也沒有那麼嚴重 就像我剛剛說的 如果你明明可以選擇的事情 你自己知道那天會塞車 其實大家也知道啦 那你知道那天會塞車 那你是不是更應該做好 第一個是保暖的準備 第二個是 如果你真的很怕 像我其實滿怕塞車的 因為我怕冷 那你就早點出發 晚一點 晚一點 就是你跟人家稍微錯開 或是你就不要再最盛的 這個窗口期 因為也是有人二十一號燈點 也是有人二十三號燈點 你就稍微避開 那有些人說得很誇張說 因為塞車氧氣用完 沒有這種事情 死的那些人他們氧氣都要很多 是不是 OK 所以沒有 因為你要塞到把氧氣用完 那你應該半天下不來 沒有這麼誇張 每個人發生意外的原因不盡相同 但不可否認的是 近年來聖母峰的商業氣息 的確是越來越濃 現在去攀登聖母峰 就變成是一個 商業氣息很重的一種行為 跟過去所謂的 這是一種人生自我挑戰 似乎有點距離的 因為現在很多 也許你只要付出足夠的金錢 就會有雪霸人 幫你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好 那所以也許有一些人 他本身並沒有應付這種高山 不管是氣候 各方面狀況的能力 一旦當他遇到這樣的狀況的時候 他可能就沒有辦法過關了 因為商業的關係 因為商業的發展 所以讓他們很多比較沒有經驗 真的體力也不是很足的 會來嘗試 但是我說 這是不是一種自我挑戰 我覺得這還是算在 自我挑戰的範疇 你也不能說這不是 這對他們來講 也是自我挑戰的範疇 而且你說 我也覺得他們很有那個膽識 因為當你今天準備不夠的時候 那你體力不夠的時候 其實你說長遠留在上面的機率 當然就會增加 有雪霸人認為 許多登山客經驗不足 或聘請太資淺的想導 就想來挑戰極限 尼泊爾政府則強調 今年宮頂死亡率高 多半還是氣候因素和高山症導致 因為開放入山的人數 只比去年多久人 登山客前鋪後繼 過程中每一個生死瞬間 都讓人見識到聖母峰的美麗與休閒 其實也有這種爭議出來 就只是為了最後能夠在聖母峰 拍一張照片 對 聖母峰登完之後下來 就坐直升機下山 那這樣子到底算不算盤 所以有了這樣子 他也不會在乎你怎麼上去的 他就是在那邊拍的影片 還真的還滿多的 所以直升機現在可以 最高飛到第二營 直升機能夠降落得最高海 最高地方是第二營 因為聖母峰第二營 其實還算滿平坦的 就是還不錯的環境 OK 但他需要付出更多的金錢 對 沒有 通常很多人都用保險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糟糕的 很糟糕的方式 因為他沒有呼籲到 像我們其他人 我們也需要這個保險 當今天這個炸飽的次數 太多的時候 那就會影響到 我們其他人的權益 其他人可能就會買不到保險 當登頂的過程不再重要 那一張在峰頂看的照片 又有多大的意義呢 他到了最高的海峽 好難過 你哪裡 我去海峽 海峽 我幾年前在你的臉書上面看到 你PO了 你去看了一部電影 一部電影就叫做聖母峰 你是不是說3D實在很震撼 結果幾年之後 你親自到的那個環境 是不是更震撼了 其實那個時候 我在尤其在燈點的那個路程 因為聽說他們聖母峰那個電影 是真的有去實地取景的 所以我那時候 在燈點的路程中 我就看到電影畫面就是這裡 他拍的就是這裡 那那個時候心裡就想說 我回來等天亮的時候 我一定要拍照 因為覺得很開心 看到跟電影 一模一樣的這個場景 然後他一樣就放著氧氣瓶在那邊 一樣有那個石頭在那裡 那結果我回來的時候還是天黑 所以就沒有拍到後來 你那時候在看那部電影的時候 心裡的感覺是什麼 有一天我也要去爬山母峰 有嗎 那時候有這樣的雄心壯症嗎 我其實沒有覺得 那個時候還沒有想那麼多 但是如果那個時候有人問我說 有機會會不會去爬 我當然會說有機會 我就會去嘗試 但你那時候沒有那個念頭 那時候還沒有 你那時候已經看你在爬山了吧 是 但是我還沒有想到說 會去爬八千 其實在爬聖母峰的時候 每一步我那時候心裡面覺得 好感恩喔 這座山比較好爬 真的啊 為什麼呢 因為剛從馬卡魯下來啊 那個時候就會覺得馬卡魯很陡 那那個陡又是岩石混著冰 有時候鐵也不是柴也不是那種感覺 那但是到聖母峰之後 一般人大概登頂要花多久時間 他跟我說十到十四個小時 然後我就想說那好啊 那我們今天七點半出發 如果說我走得快 一般人如果走得快的話 那我是不是早上五點半登頂 那我剛好也天亮了嘛 日出也都出來了那個時候 那如果我走得慢 其實也不影響我車推回來的時間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合適的時間 那我出發的時候 因為我覺得腳很痠 很痠痛 所以事實上我也是慢慢走 慢慢走 慢慢地走 專心地走 也不知道在漆黑的夜裡 究竟走了多遠的時間和距離 突然間走在前頭的Lakba 他停了下來 難道又發現了什麼狀況嗎 沒想到Lakba回頭告訴他 歡迎來到聖母峰 這是山頂耶 這是山頂耶 這是山頂 你看後面有旗幟 就是在四秒鐘是吧 就是在四秒鐘 確定這是聖母峰的山頂嗎 不是吧 想像中的登頂畫面 應該長得這樣子吧 這個就是你想像中的 登頂的畫面 對吧 想像中 天空是那麼的藍 對 白雪是那麼的白 雪又白 天空又藍 是不是 然後周圍可以看到群峰 這是第五高峰 馬卡魯多美啊 期待中的聖母峰的日出 照理說應該要更加地 壯觀美麗的 怎麼會是這樣子伸手 不見五指的畫面呢 那時候到的時候我就想 我的日出呢 妳的日出呢 妳看看妳的手錶 幾點鐘啊 才三點多 對 我那時候想說 怎麼會這麼黑 因為我一直預計說 我到山頂應該差不多要天亮 所以大概等一下就可以天亮 這樣子的感覺 最多 然後到的時候 真的是非常黑 我想說 我拿出手機來看 三點零幾分 然後我就問 我就問Lakpa說 我的日出呢 那他怎麼說 然後他就說 還等什麼日出 就不能等 拍一拍照趕快下去 那妳怎麼那麼快就到了啊 妳怎麼走那麼快 其實我也不知道 因為那個時候 我後來也有問Lakpa 我說 妳有預計我們這個時間到嗎 他說沒有 他也是預計我們大概 五點半左右就到 是 那妳們超前了兩個小時耶 反而走到的時候是比較短 所以妳上去之後 第一件事情是什麼 妳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麼 拍照 拍照 OK 妳拍了什麼 妳 一片無其媽黑 無其媽黑的 妳拿妳的GoPro出來 結果呢 我原本是想要 拍個影片 總是要紀念 就算一片黑 我GoPro 我的GoPro是充好電之後 我都不敢用了 我在一路上 我都不敢拍 就是我 甚至在上到第四營之前 我都不敢 我全部都塞在 就是衣服裡面 羽絨衣的內層 因為我要保暖 怕它沒電 所以那個時候 一到山頂我終於 可以把GoPro拿出來的時候 一拿出來 開始錄影四秒鐘沒電 它被動壞了 那個溫度有多低 我那天的話 我燈點那天是 負三十七度 但是我那天其實算天氣好 沒什麼風 這就是妳唯一拍到的 四秒的話 對 頭燈 OK 對 妳說我頭上 頭燈 妳是這樣子拍的 對 OK 所以妳連臉都看不到 太黑了 妳有戴氧氣罩嗎 有啊 OK 所以妳整個臉 五官都看不到 那妳在上面 停留多久的時間呢 其實應該有十分鐘 因為大家都輪流 輪流拍很多 很多棋子啊什麼的 那妳在想妳的日出在哪裡 妳的日出在哪裡 這跟妳想像的不一樣 有點傷心 可是真的待不了 因為我 我其實手套 一直都戴著 我都不敢拿下來 那我不敢拿下來的情況 我的手都已經動到痛 非常痛 所以那個時候 我一直捏 一直捏 就是手一直動這樣子 可是還是非常痛 這就是妳在 封頂拍的照片嗎 是嗎 對 有沒有很像 躺在一堆垃圾堆裡面的感覺 那旁邊那是什麼東西 那都是 就是那個風馬旗啊 五色旗 他們祈禱的那個旗子 OK 那還有很多 有些人會帶一些 自己的旗子上去放 但我是覺得 其實還是帶走啦 不要留在上面 對啊 妳應該把自己的東西帶走吧 妳可不可以形容一下 站在聖母峰頂的那個感覺 環顧四周 雖然 漆黑一片 但是妳那時候 妳的心情是怎麼樣 說就是 原本預計是 站在聖母峰山頂 可以看馬卡路 可以看到 洛子峰 可以看到西藏 我還沒去過西藏嘛 對 就那個時候什麼都沒有看到 還在懊悔 是嗎 對啊 我就覺得 怎麼這麼早 所以十分鐘之後 當妳要決定 要下山的時候 那時候心裡 有沒有想到說 妳的日出 下次妳還有再來一次 就 如果有機會 聖母峰的山頂 是 我目前爬過這四周裡面 最寬闊的 是 可以好好的 站在上面 跟朋友一起拍照的山頂 可是遺憾 天還沒亮 對 我們已經登頂直升下來了 因為 不小心 不小心太早登頂 登頂的時候 凌晨三點什麼都沒有 現在下到這邊才開始 天色更正亮 原本真的很希望 可以等日出 但是會連遲 所以妳接下來的目標是什麼 現在還在討論 妳要要搜集十四座嗎 如果可以的話 我會 當然會希望 每一座山都可以去看看 而且妳不覺得十四座 比台灣百月少了好幾座嗎 但這十四座 每一座都是八千米以上的 妳現在已經集了四座了是吧 對 那接下來十座裡頭 妳覺得難度最高的是哪一座 K2 因為K2是 本來就是被公認為 十四座裡面的傳統路線來說 最難的一座 但是其實我比較覺得可怕 就是有點擔心的是 安納普娜 因為安納普娜是 死亡率最高的一座 因為它的雪崩太多了 妳說在幾年之內 妳要完成這個目標 這可能不是我說了算 所以妳還想 因為我還是要 還是要看贊助的情況 謝謝 希望妳下一次 又有里程輩的時候 再來跟我們分享 妳的爬山經驗還有照片 下一次日出的時候 對 不能走太快 對 不能走太快 好 我們預祝妳一切順利 詹曉宇下一個目標 所定的是世界第二高峰 K2峰 這是一個相當艱難的挑戰 因為在1990年之前 攀登K2峰 她的死亡率是高達了 百分之四十一 而在1990年之後的死亡率 雖然已經降到了19.7% 但是她還是被認為是 這個世界上面 最難攀登的一座高峰 而這一點也可以 從她的名字看出端倪 為什麼呢 為什麼其他的高峰 你看看都有名字 像聖母峰 只有K2峰這個名字 聽起來就像是一個代號 因為事實上K2 的的確確就是一個測量員 當時給他的一個戰神代號 那其他的高峰測量完之後 可能根據當地的民眾的 一些叫法給他命了名 但是由於K2峰 他實在是太偏僻了 父親根本沒有任何一個村落 可以看得到他 所以當然也就沒有 當地居民的說法 那麼叫著叫著 最後原本戰時的代號K2 就變成了 是他永久的一個名字 有的人家認為 最難攀登上的這一座高峰 配上了一個 聽起來缺乏人性的名字 K2 也算是名符其實了 那麼截至目前為止 只有三百多個人成功登頂 在節目播出的同時間 我們台灣就有兩位登山家 他們是張元芷以及呂宗翰 他們正在準備挑戰 世界第二高峰K2 如果他們能夠成功登頂的話 那麼將會成為 是台灣攀登K2峰的第一人 我們在這裡 也為他們送上遙遠的祝福 祝福他們能夠平安成功的寫下紀錄 好 繼續我們要來看 那當年高明和他在成功登頂之後 他要下山了 卻遭遇到了一場強烈的雪暴 他被困在海拔八千三百公尺的地方 一整個晚上 他的手腳和臉嚴重地凍傷 他要如何撐過這個 零下六十度的冰風暴呢 我記得當時真正暴風雪來的時候是 就像我們台灣常有的那個強烈颱風 那麼一來的時候 當然聖母峰上面沒有房子 沒有樹 沒有什麼車子 然後我會被這個強烹吹起來 或者飛起來 可是當時我記得我們 我碰到那個暴風雪的感覺是 天突然黑起來 然後在走的時候 那個雲就飛過來飛過去 突然好像說 是不是有人用那個強烈的造物器 這樣給你噴過來 那更恐怖的就是說 本來我們還明明看得很清楚 配下山的那個腳印 下一秒鐘什麼也沒有 暴風雪來的時候 沒多久就整個天空就昏暗起來 因為那雪亂飛嘛 那太陽一下山 五七八黑的 所以真正暴風雪來的時候 是只聽到狂風暴雪 那個聲音很恐怖 像那個颱風來的時候 在晚上停電 然後你聽到那個屋子外面那個風吹的 那個整個很低沉 然後那個聲音很有力道那種感覺 然後那個風就是 一下子從左邊來 一下子從右邊來 一下子從後面 一下子從前面 就是這樣子 頭燈拿出來才發現 情況有點糟糕 因為那個雪下得很大了 而且頭燈本來想說 照下去 照方向 照路 都照不到東西 就是我們綁在那個雪地上的身子 東找西找 那個在山上要找還不容易找 突然間好像失去方向 最恐怖的就是說 看到我們隊的雪八人 帶我們下山的時候 本來是很有自信 然後很穩健的步伐下山 不到幾分鐘 連他們都慌了手腳 看到了連經驗老大的雪八人 竟然也開始慌了手腳 高明和心裡開始覺得 大事不妙 但他唯一能做的 就是緊緊跟著雪八人的角度 後來我的頭燈沒電了 沒電兩個雪八人 也有一個燈沒電 剩最後一盞燈 那時候我才緊張說 完了 這最後一盞燈 要是也沒電那怎麼辦呢 雪八人頭上最後的那一盞頭燈 也是高明和在七黑山頂當中 唯一的希望 突然之間 那一點點的光亮 也消失在狂風暴雪之中 那個晚上你的無線對講機 是可以運作的嗎 都沒辦法運作了 為什麼 溫度很低啊 沒有電 等於是你手機沒電那種感覺 火也火不出去 叫叫不出去 零下六十度 你說電池沒電怎麼叫 所以那個時候第一時間 當你雪八人不見了 你至少還有對講機可以拿起來 對 可是拿起來 叫了老半天沒回應 我本來想說這些人怎麼搞的 難道不知道上面發生事情了嗎 還在埋怨呢 後來老半天我隨便叫 因為那個無線電波 只要頻率一樣的話 不管是哪個隊頻率一樣就叫 所以包括美國隊 他也跟我們頻率一樣 我就想說只要 不管你哪個隊嘛 我要讓人家知道 我在什麼地方 任何人趕快幫我 通通一下就行了 後來是自己弄了老半天 才恍然大悟說 現在溫度估計都零下五六十度了 你什麼電池能用呢 那時候真的很慌張 加上又很冷 全身開始發抖害怕 想說完了完了怎麼辦 怎麼樣才能夠下山 最後是沒辦法 我就自己慢慢的移動 摸黑 憑感覺 我估計離那個營地 落差大概四五百公尺 只要慢慢移動一動 一定可以到的 但是移動不了多久 我又不敢動 因為哪個地方有敲壁有懸崖 我不知道 我想說萬一一失足就下去了 所以又害怕又不敢動 那這樣也不行 那樣也不行 最後我整個人 就沒力氣就倒下去了 倒下去就躺在 大概八千四百公尺左右的 冰坡上面 這輩子高明河 這輩子高明河從來沒有 如此接近過死亡 聽說人在臨終之前 腦海中會閃過人身的跑馬燈 高明河他也真的看見 腦筋其實是在胡思亂想 我在想 也有很多影像出現 然後那個影像出現 第一幕是那個 以前那個老電視劇黑白的 那個民國五十幾年那種電視劇 然後電波還會干擾 我就看到我家的小孩的臉孔 但是我是有看到 然後突然說 怎麼小孩出現呢 然後看到他的臉孔的時候 我聽不到他的聲音 可是我感覺他好像是在講說 爸爸去爬山還沒有回來 看到那一幕的時候 我心裡很哀傷 想說不行 我一定要想辦法回去 我要是沒有回去的話 小孩就看不到我了 然後那個螢幕也會換來換去 又變成我們在基地影的隊員 也有我們的雪八人 然後後來又有那個 我不是在拍中國百岳 那個老闆也出現 老闆出現的時候 還笑笑的說 公園趕快下來啊 還有隊員一樣 也變成彩色的畫面 就說登頂了趕快下來 我們要來慶功啊 就這樣子 整個腦海裡面都是這樣 很混亂的影像 一直在干擾著 後來我就知道說 不行 一定要堅忍下去 不能就這樣睡著 垂死掙扎 還是難逃死神的召喚吧 高明河幾乎絕望地 要接受克死異鄉的命運了 卻又神蹟似地 盼到了溫暖的陽光 灑在他凍僵的去體上 原來那道奇怪的光線是曙光啊 太陽出來了 那時候有個心理感覺 好像很舒服呢 好像回到家裡 躺在自己家裡的床鋪 很溫暖那種感覺 大概是心理作用 其實那時候溫度也應該都是 零下二三十度 然後我就覺得 哎呀 溫暖耶 那時候再也沒辦法去叫自己說 不能睡不能睡 因為我已經撐了十幾個鐘頭 沒喝也沒有睡著啊 所以那時候大概 有一股很大的力量 就讓我這樣慢慢慢慢很舒服 就這樣睡著 不知道沉睡了多久 有個聲音把高明河給叫醒了 眼睛張開 看到是雪巴人回來救他 有一個氧氣面罩 照到我的臉部 那時候我就很自然而然就吸 吸到很冰那種空氣 腦筋慢慢就清醒了 然後才真的眼睛張開 張大一看 是我們的雪巴人 那看你還活著 有沒有覺得很壓抑 很壓抑 很高興趕快給我 他有帶那個熱水給我喝 氧氣給我吸 然後確認我還活著 趕快拿他有帶登山神器 趕快給我綁起來 然後鋪著我 才從八千多公尺這樣 慢慢走回去 高明河撿回了一條命 卻保不住十根的手指頭 還有他的鼻子 他的凍傷太嚴重了 連阿拉斯加的醫學專家 也束手無策 只有節肢一途 最後是在台灣動的手術 我剛出院的時候 自己都沒辦法搭理自己的生活 必須靠家人幫忙 然後吃飯刷牙洗臉都沒辦法 那是後來慢慢自己想說 人其實有很多潛能沒有去發揮 我很相信這一點 所以我就練習 哪怕只剩下這麼小小一點糊口 也許還可以做點什麼事 所以我就開始 副健師告訴我可以怎麼做 你可以怎麼做 我就慢慢學 慢慢去做 所以大概真正出院半年吧 我就學會一些簡單的日常生活 都可以做了 都可以做了 剛開始也沒辦法打電話 因為我沒有手指 不是很精確能夠按到那個數字 是 每一次一按 按到二就連一 三都一起壓 根本沒辦法打 所以我就去揣摩自己這樣 用什麼力道 用什麼角度 也許可以按到 真的這樣試試試 我現在真的不用哪東西 我就可以按那個數字 接著我就開始練習打電腦 接下來我還練習拿筷子吃飯 這一點就很多人很驚訝 結果在家裡把筷子拿來 搓一搓 搓一搓 發現我動的時候 筷子的尖端也會動 好像發現新大陸一樣 我就想 好像可以喔 所以後來大概花一個星期的時間吧 我就可以用筷子吃飯 所以現在一樣跟大家一樣 為了攀登聖母鳳 付出這樣的代價值得嗎 這個是很難回答值得不值得 當時我覺得要用比較一個 面對現實的這種心態來面對 就是說登山是自己喜歡的 那麼自己喜歡的事情 喜歡的活動自己去從事了 那碰到了意外自己要去面對 去等於承受這樣子 所以也不是說值得不值得 當然我希望不要發生這樣的意外最好 可是所謂意外 就是你料想不到的事情 才叫意外 既然碰到了 我覺得就是勇敢的去面對 去解決 在那一場暴風雪裡面 死了八個人 所以這一點為什麼 讓我想到說人不能比 比上不足 比下有餘 比起這些那一天那些同伴們 那些美國隊 紐西蘭隊的朋友們 我比他們幸福多了 運氣好多了 我最起碼我還活著 我還能夠回到台灣 既然這樣我就想 老天爺沒有讓我留在聖母鳳 一定有什麼意義 或者有什麼事情 我就這樣往這一方面想 感謝您收看今天台灣節目 我是梅翔 我們才回來 我先回到台灣 我們在台灣 我先發現 我先看到哪裡 我先發給人 禮物 我先拍照 我先拍照 我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